它挺特別的 我希望它是我寫給90後年輕人的一個情書 這部電影裡面你看到的是 三個年輕人在很短的時間內 培養出一個很深刻很有默契的一段感情 它來得快也去得很快 我是一個套路式的一種青春片 大家都說我是一個老靈魂 然後我拍的東西很成熟很沉穩 我感覺但是會想要去看我作品的人 其實也不見得理睛那麼大 對所以這次我想解放自己 看出自己的極限可以走到哪裡 我決定說好 那有什麼就拍什麼 看到什麼就寫什麼 要找到一個很特別很有味道的一個城市 我就找到了眼睛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它好不一樣 它很不像其他我看過的中國城市 很有活力的 很會玩 所以你們直接到它後面跳 你們喔這個太不激動了 好來停放 我拍電影其實我拍的不是劇情 我永遠拍的是情感 我會拍到這個畫面打動我為止 好準備了我們再拍一條 好不好不好 我們在哪兒吧 第一次之前聽到矮說說 他沒有拍到自己滿意的鏡頭會哭 我都以為他在開玩笑 後來在這個戲裡邊 真的覺得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好來 先來 我覺得你再吸一個燈 想能躺就好了 它很細膩 我應該是第一次 這麼追求到細節的工作過 然後大家不要走得太快啊 我很享受這個活動 我也很喜歡這樣的工作方式 但我要看的是它的臉 所以我一直希望這個線條是簡單的 沒關係 你要不滿意會再來幾位 一個戲拍完了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了一點掌勁吧 對於這個情感把控精確的這個方面 好看 對 其實我真的很感激三文演員 我覺得他們都很信任的 將自己給予這部電影給予我 就比如浩仁這次素顏不化妝 看上去不修蝙蝠 而且為了角色增肥 有鬍子 讓這個角色的狀態上看起來就更加的真實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跟他們相處在一塊變得越來越好 因為他們其實挺幼稚的 有時候你會很氣 但有時候你又會覺得很逗 最強述是跟把最真實的自己帶過來 看他像那個牌帽 因為我不再是20歲 我要拍20多歲90後的一幫年輕人 我覺得我只能通過他們 來公布跟建立起這些角色 而且這部電影的情感它挺複雜的 它講出了一個關於遇見和離開的故事 它不是黑與白它沒有那麼的感情 它挺特別的 希望大家能夠從這部電影裡看到 我對當下年輕群體情感上的觀察和表達 而且我感覺它會是一個非常療癒的一部電影 三位演員付出了很多努力 希望給大家呈現一段夢幻的旅程 請見到說話 嗎 歡迎